好的 嘉义来看看有没有所谓传说中的女竞丸啊 您看看这些人这么宽度在球技上的切磋 但是可能就有人心里想着跟这些女竞丸来大盖一场 哦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里有一座少女在打 搞不好就是女竞丸 而且这些少女还穿着孕妇装出现 哦 右边这位穿着重田的服装 哦 前面有一票 哦 一位穿着黑色迷你裙连身的小姐出现了 这位肯定有问题 也没有男朋友来带 一个人坐在这 根本分明就是等人去上 此时工作人员似乎也肚意到 把摄影机直接摆在撞球桌上 这也会有点离谱吧 哦 我们事实上是影迅最新的摄影器材 撞球通牌摄影机 因为体积小也快没电 所以工作人员决定主动出击 嗯 来跟它搭讪一些 经过桥了半天之后 他要跟我们工作人员开始打起撞球来了 各位不要误会 您看看这个镜头晃来晃去 事实上因为我们在瞧这个撞球摄影机 它是圆的 比较难控制 好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位女静鸾竟然当场就开始脱起衣服来 难道等一等就要在撞球台上表演 人体的一档进洞吗 那就太过分了 这位小姐 肩带已经露到腋下了 露肚庄啊 到现在才看到 真是凶狠 真是嘉义什么都凶狠啊 嘉义的鬼比台北的鬼也凶狠啊 旁边又来了一位流氓 哦 那不重要 现在正在牛排馆里面 我们工作人员吃的是海鲜大餐 希望等等能够有所反应 不喜欢念诗啊 是哦 那是多无聊 浪费时间 你怎么敢一个人跟我跑出来玩 不会啊 我觉得我们看起来都蛮友善的啊 我看起来蛮友善 有时候看得不准嘛 说不定我是坏人 是坏人 对啊 拜托你现在把我吃了吧 不会啊 我觉得你是陌生人 我不是陌生人 那我 我竟然不算陌生人啊 那你现在是我朋友了啊 这样就算朋友了啊 对啊 刚刚认识的朋友是不是 对啊 刚交的朋友 刚交的朋友 对啊 好好好 除非你不承认 那我现在就不要吃了 我现在就走了 好 算你了 那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吧 等一下 对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算你啊 你会想玩什么 还是 对啊 就会为你平常玩什么 不然我现在没事啊 真的啊 对啊 要去我家好了 去你家 对啊 成熟中 功全培议 在交西非常的盛行 好 进入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 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好 但是现在碰到 这边有两个老婆子 看起来很面熟 哦 原来是之前曾经采访过的 观光局的官员 嗯 嗯 工作人员拿起电话筒 打电话给柜台 观光看 请他们找一位女中内将来 嗯 看看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 什么叫做温泉肥育啊 马上就出现 哎呀 小铁能上去啊 不是说确定是小铁吗 有可能是来收报废 哦 果然是小铁 哦 果然是小铁 不知道这位小铁相貌如何 看到这标准没有 这完全是参考用 真请勿歇烟的牌子 是一样意思 好 这个是温泉吗 是不是温泉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这里有培育 工作人员为了查清楚真相 只好牺牲一下摄像哦 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这样子的说法 有温泉的地方就有 有温泉的地方就有 有温泉的地方就有无偏春池啊 有啊 我叫你们家 拜包开了 二十五回了 我平常 我们开一间房间 先休息 老老人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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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哦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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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赶快 赶快拿来看看 你看到底长了什么样子 来 不进来啊 人都是半生不随 又不然就是像人吗 你那里有几个 你那里有几个 有几个 好 两个 你说我们这些气质 跟台北不一样 对 那些是胜胜胎 都是我生出来的 你如果说跟台北气质 在比较什么 从小看到大不会错 那晚上你再到 几个很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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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哦 折了半天 像人终于要出现了吗 没有 我们这样又有一个月可以做 看吗 哈 好 哦 你稍等一下 对 看吗 来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你怎么问你几个月 你怎么问你几个月 都是二 二 二 十一 出来 这弄的感觉好像你在相亲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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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第一次相亲就要脱光衣服吧 哇 我当然要晚会了 不快 好 好 好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你去北京橋也行 你去北京橋也行 就在这里 好 好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家酒店里面 看看 到底有没有所谓女竞卵的状况 发生 嗯 这边也是满混乱的 哦 这边好像有一位扫地都坐在这 哦 不是 原来是小姐 对不起 但是这边怎么会有这些冷冻柜呢 跟杂货店一样 还有在卖泡面 真是没想到 现在的酒店已经坐到这种程度 多元化复合式酒店 高档 对啊 对的 跟你去摆设大家做录影带一样 做完了带子 旁边还有一些零食饮料可以买 一次都弄完了 哇 又到了包厢里面 又看到这种淫乱酒瓷肉铃的景象 只不过大家年纪都蛮轻的 真的吗 现在台北来了 真的吗 这个 真的 陈醉扁 何林招乙大 DIG 今天走于 三桶 三桶 嗯 那你包啊 很棒 有这样的镜心还在面子 在喝完酒以後 我们就带着这位小姐 到他们建教合作的旅馆去 派子这边实在是全方位 从接生到进棺材 全部一次搞定 高档 我们要等人 等车子 等车子 怎么吞吐 小平 小平啊 鸡送的车子来了 一路上这位年轻的女孩 闷不吭声 似乎心有千千结 到旅馆进到昏暗的房间 女孩向主缘 透露了娇溪酒女的种种心酸 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台北 你们也说台北 刚才我一边 真的说台北 真的全部都台北 三分之二的人都台北 真的哦 台北那边的就是 有的都是外地来的 不是真的从我们台北这边去做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